贫苦 物质生活的贫苦 不算真贫苦啊 真贫苦是什么 没有智慧 没有文化了 这叫真贫苦啊 没有受过圣贤教诲 他无知啊 这叫真贫苦 物质生活困苦的人 他要接受圣贤教育 他不苦 他会很快乐 他要学了佛 他更快乐 他喜不希望 把物质生活改善了 不希望 我活得很快乐 我活比较麻烦 真正修佛的人 一定听 摄迦牟尼佛教会 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他会非常遵守佛陀佛陀的教会 落实弟子贵 落实感应品 落实十三道 他通通做到了 纵然是要饭 他都很快乐 他不希望改善他的生活 这是真的 他没有欲望了 他没有欲望了 越学佛 越深入 欲望就往下降 降到没有欲望了 可以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这习惯的生活 我在早年出家 受戒的时候 我们的戒和尚 道远老法寺 受戒的时候 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真的不是假的 他们家乡 他好像是扬州 未来的人 在他们那个时候 小时候 有一个要饭 常年在外乞讨 晚上在一个破庙 哪个地方打个盹就可以了 白天到处游山玩水 走到那里讨一碗饭 吃一下 他很快乐 他的儿子经商 发了财了 所以很多人就骂他 你不笑 你看看 你这么有钱 这么富有 你怎么能让你的爸爸去要饭 这个儿子还没有面子 就派了很多人 到处就找 把他父亲找回来了 好好宁安在家里供养 他父亲过那个日子过不习惯 大概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看看 人家 防范松了一点 他又跑了 又跑出去讨饭了 你问他为什么 快乐 这不是普通人 真的 真的逃饭吃 真的好 一生 什么都没有 也不怕 强盗强他 也不怕小偷偷他 他什么都没有 每一天 游山玩水 你看 有吃的 有休息的地方 真自在 老后生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是快乐的生活 不一定是有钱 也不一定是有地位 他是这个要饭的人 真正懂得人生 真正懂得幸福美满 他有机会儿子发大财 他可以想一点福 不要 他那不是福 那是苦 那不是乐 人身体还健康 你看每天 游山玩水 真快乐 找几个教花子同伴 他怎么不快乐 所以 传道比 什么都重要 帮助人家一些一点物质 送一点 教导他比什么都重要 这更重要 所以佛法 真正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这就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